这颗风车茉莉长了这么久的根终于爆发了 但是它不停花 不仅长了这个叶芽 而且还长了很运了很多花蕾 那么这个开花就非常好营养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给它处理一下 剪掉一些花蕾 让它把这个营养集中在千藤上面 这个底下的不管它是花芽还是叶芽 都要把它剪掉 我已经剪掉很多了 继续剪 剪掉的地方 这个伤口它会留这种白色的东西 最好给它涂点草木灰 这个流出来的这个白色的东西 都是它的营养啊 所以用这个草木灰把它盖住 不要让它一直溜 而且这个草木灰还可以防止这个伤口感染 大家看这里它有一个叶芽 有一个花芽 就把这个花芽给它剪掉 小心一点 就让它长这个叶芽 就让它长这个叶芽 顶上的话就留少部分观赏 顶上的话就留少部分观赏 这样就剪好了 每一个组织条上面我都留了三四个芽 这个修剪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营养分配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就让它跟它之间的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